是一名综合势力都挺强的选手 本身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打野选手 今天和他们交手 会抱着学习的态度 认真对待比赛 跟RNG交手的话 主要还是中野能取得优势 明日就有机会赢了 上校说话了 上校哎呦下落直接展现过来搭配卡萨 但是小五一口吨 这时候艾西要出来了 艾西身上一个点燃沿途被走位扭过 切尼的反应还是比较敏锐的 对 所以 因为卡萨第一波的跟可莱乐很早的关系啦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 这时候小名上去一个阵营充拳锤到以后 卡萨再来下路直接打出一血 切尼也走不了 看起来是DFQ 而且人头通通都给到UC 这两个人要越打 哇 过分了吧 这是一个满血的赛恩啊 其实主要是 哇 还真的勾上去垂了一趟 蓝惩戒以后逼出闪现 而且还不杀你 哇 有一条水龙但是被视野给插出来了 水龙的血量已经下到一个 感觉要出事啊 这边恶加特呢 恶加特还没有来 恶加特一直在中路没有过来 那没有出事 有一条水龙但是被视野给插出来了 水龙的血量已经下到一个 感觉要出事啊 这边恶加特呢 恶加特还没有来 恶加特一直在中路没有过来 那没有出事 但是局面稳住了 这个时候 企鹅到六级了 可以 中路这时候过来 瑞文直接上前开一波 但是卡萨也就在后面 先让姿态交出闪现 这一波沿途也被躲过了 五级还没有冰剑 在等冰剑吗 感觉不像啊 怎么又再到六级了啊 互相藏起 下路直接一个冰剑 应该说在上路发生了下路双人组 直接一个冰剑解除队友被逮的危机 回身 确定选择反射明一趟 他们中路的现场能够打到小时 这两个点都是可以直接秒掉的 直接闪现以后 A一下啊 上路的话 有些艾瑟一个人留下来回程 而且脚下踩着一颗眼 结果是遭到2G闪现开团的果断击杀 这时候开始对着塔姆 动手加利奥也砸了一个大刀进来 但是小五交了一个闪现 拉到后面之后 并没有被这一波给击倒 这时候杀利进入射击位置了 Carrie在一个万剑齐发 已经把减速减了起来 只在交了一个闪现以后拉掉了 现在没什么伤害 吞了一下 吞进肚脸 现在要给杀利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出来 那Penguin就有点被卖了 可能阿勒撞进来 是撞在了Carrie的脸上 成功地要回这个人头 那就是找了个机会过来 飞线就把塔拿了 这就是线上单打的一路狂A 血量上就是直接把对方给A到 但是这边最终形成了 打野位置上 走一走太前面的那一瞬间 否则都没什么机会 这两个人想杀 推起来 小虎能杀掉吗 一辆车逼出了闪现 阿勒跟赞 也拦不住啊 说实话 中路直接兵舰上来 开始对着输出 那姿态应该是没了 OMG可以说是 几乎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机会 来运用他们阵型里面 带来的大量控制 这一台 也就是抬到了小虎吧 小虎的血量抬到剩下了三成 如果小虎退掉的话 这正面就防守不了 小虎手上还有一个兵舰的哦 这里RNG也是比较保守的推法 先关个门之后开始点塔 还用岩凸把一个人给抬了出来 但是阿勒他们没有什么食欲 但是这样的阵型阿勒是很舒服的 对的 这样的阵型你寡妇就在正面 人家知道你寡妇在正面 有什么用 真意中一点都能在正面 在正面暴露 谢谢 波直接选择西加里奥进来 然后投资出来把小虎给击费 站在塔前的位置扛着塔的伤害 OMG开始输出先把Cherly给干掉 大塔掉了一个闪现以后 他的石川并没有能够成功完成击杀 而侧边Penguin用他的大招是成功获胜了 可行的正面的Icon呢 然后杀哥加特还是能杀的 这波我们看一下RNG先手 但是有轻化 小五直接交散线 把这边小名骗进防御塔里面 那这个阵型就对RNG很不利了 防御场疯狂虚虚 防御塔大概打了六七下 运单也追不太到在刮处 然后最后被Icon用一个闪现调脱场 追过的话杀人是杀的不多 但RNG最终前面也说过吧 就呃 哎呦 延确选择直接一辆车开进去 幸好隔墙也跟小五把爱情给充论回来 权力 是双抽奖 就算我没有奉合到 至少延确还有一手抽奖 我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能 塔姆小五这个位置 队友想救也救不了他 应该没法子了 我感觉能拖多久了 我已经 来一顿之后被RNG往后一背 他有一辆三安的车子在他手上 刚刚拖的 来了来了 如果从合到进来的话 对小虎来说是个蛮好的跑道 怎么说 跑道撞进来 顶起来 权力瞬间融化就缩了 这是一个极好的跑道 小五 小虎 这一波完全靠着自己的站位 实现了对对方后排的狙击 奇怪 节奏可能比较慢吧 对 节奏偏慢 一时之间 那你看这个跑道 小虎真的是 凭借着智商在后面蹲草蹲出来 手上有辆车战位就可以起很大的变化 聊着聊着RG也已经攻到了高底前面 现在这个局面是相对比较稳的 卡萨关了个门之后呢 掩护着队友把他给推掉了 小虎一个闪线上前 把切利给逼到了死角 不得不有小虎 村子领口 拉回来了 埃歇 没有了呀 这一波的话 阿勒现在想要撤在 门亚双塔中间 是遭到了击杀殭尸出来 还想要反击 还看被UZI在塔下射了两箭 那这一波的话 嘟的你看三辆意大利炮呢 哇 一个大龙霸方还没有结束 要一波了 感觉真的要一波了 但是UZI的血量也很低 Penguin成功的摸边往下走 UZI想要用强化回程来回 直接被闪线收投 但不解决问题 不解决问题 强行拆架 对 你寡步骤这个闪线 不解决问题 只能够稍微出出气而已 那现在 一边在强行拆架的过程中 感觉RNG还在一边跟OMG周旋 最终成功推平基地 赢得比赛胜利 BO3的第一局 RNG先持得点 暂时领先 在强行中 忽责 选择 再盟 选择 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